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10年11月16号的宜兰新闻 我是刘耀珍 新闻首先来关心跟疫苗施打有关的讯息 由于中央新冠肺炎的疫苗到货量充足 目前宜兰县第一季的疫苗涵盖率 已经高达了75.3% 第二季也来到了43% 为了充高涵盖率 提高宪明的免疫力 宜兰县政府间宣布从即日起 开放各合约医疗院所来接种AZ跟BNT疫苗 欢迎有需求的乡亲 可以踊跃向各医疗院所来预约接种时间 卫生局指出 目前本县第一季疫苗涵盖率高达75.3% 第二季也有43% 因为AZ和BNT的疫苗到货量相当充足 为了充高涵盖率 从今天起全面开放各合约医疗院所 接种这两款疫苗 请有需求的乡亲尽速来预约 目前我们第一季最新的涵盖率 已经到75.3% 第二季到43% 那事实上也是一个高于全国平均数 那目前疫苗也慢慢陆续到货 主要是AZ跟BNT 其实我们现在量是足够的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放了 所有的合约的医疗院所 包括医院诊所卫生所 只要有人需要施打 就可以跟这些单位来联络 请先报告你们所需要施打 第一季第二季 然后什么疫苗 然后如果是第二季的话 是什么时候施打 我们的合约院所和卫生所 都会给各位安排时间来做施打 也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把我们涵盖率再继续提高 县长林志妙表示 对抗疫情除了落实相关防疫措施之外 提升疫苗涵盖率也是关键 所以呼吁民众 依照规定来接种疫苗 尽早提升自身的免疫力 目前依然的疫苗施打率不断的增加 还请没有接种疫苗的民众 尽数人接种疫苗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的安全 县长除了感谢团队为防疫的付出和努力 同时也呼吁乡亲 虽然疫情逐渐和缓 但是人不能掉以轻心 一定要落实勤洗手 戴口罩等相关防疫措施 才能保护自己和别人 宜蘭新闻记者 赖福星采访报导